曾演过日剧《夏挺火箭》以及NHK大和剧《甄田丸》的辛景浩文,被控涉嫌在自家《暗魔女郎》。 辛景浩文遭到逮捕,而且他主演的日剧和电影,可能因此停播,接下来恐怕还会面临巨额求偿。 日本演员辛景浩文,演的都是配角,却因为有点坏的外貌,让人印象深刻。 只是现在却传出,他因为女性,遭到逮捕。 日本记者,去年7月,辛景嫌犯预约外派按摩师付到自家, 结果他把前来服务的30多岁女性按摩师的头压住,除了暴力,还是加猥胁行为。 日本民众,喂?喂?真的假的? 我很喜欢他全是气疯了的演技,很可惜。 辛景被戴,的确让日本观众感到惊讶。 尽管他不曾主演日剧或电影,却是作品中,不可或缺的配角。 像是在台湾播出过的日剧《夏挺火箭》,他就是其中一员。 嫌犯辛景浩文,杂志上常说我是知名配角,不过我个人却认为我是男主角辛景贡称,是因为喝醉了酒,才会做出不该做的事。 嫌犯辛景浩文,我想今天会喝闷酒吧从社群网络上传的照片,可以看出辛景爱喝也爱赌,更常叫按摩妹上门服务。 在作品中,他经常饰演坏蛋角色。嫌犯辛景浩文,不只是罪犯,我偶尔也会演好人没想到真的因为犯罪,遭到逮捕。